8月房市风向球为代表衰退的蓝灯 也是今年的第六颗 台湾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 整上空方更加明显 今天就有房仲业者公布第四季趋势报告 普遍看跌房价 尤其是预售屋和新城屋市场 价格大幅调整近两成 普通产交易看跌状况持续 甚至新城屋预售屋建案也有点卖不动 为在景美的万方镜打出广告户33.7瓶 总加1488万元 换算每瓶单价只有44.15万 甚至新北市的板桥西纸淡水新屋建案 普遍价格得下杀两成 也就是新屋卖中古屋的价格已经不是个案 整个看跌的幅度大约是5到10%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趋势跟上个月 其实上一季其实是扩大的 那全年度的交易量应该会是26年来的低量 23到24万户 房仲业公布第四季不动产交易趋势报告 发现有近七成的民众看跌第四季房市 五成民众认为成交价格得下修15%才会进场 业者预估全年房地产买卖移转量 将落在23到24万之间 并且创下26年来的新低 不过本周四央行即将召开最新季度里坚士会议 捧怀南是否可能再释放政策利多 业者认为即便续降利率帮助也不大 我们的利率呢 房贷利率已经是 我相信30年来最低 我相信这么低的利率 我想已经没 还仍然没办法让交易量回升 我想关键就在于房价了 目前看起来价格假设没有修正 成交量没有大幅回升前 谷底应该就还没有到来 业者坦言不动产市场远远还没接近谷底 加上明年台北市将调整房屋税税率 预估持有成本将持续攀升 建议政府放宽自住户的购物优惠 好国落不动产交易市场 新唐记事卢千尝审维同 台湾台北报道